打开了这两个线 有一根线是黄线 黄线直接接到中边这一个 红线就直接就是说 用焊锡的 连接到它这个外面 然后这外面这一层是一个 锡脖子 锡脖子看能不能打开 你看黄的话直接粘到这边 从中间这个线进去了 然后直接粘到这边 一个在对手一个在对手 所以说是两边的 它是保护这个锡脖子 再用钢锯条再把它切开 还有一层 你看这边有很多的锡脖子 还有一层这个锡脖子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东西 再来 好像锡脖子好像很厚 全都是这里面到外面 全部都是锡脖子 再把它一分为二盖撕一下 再看一下 好了我刚刚用模仿 里面打开了一下 这里面全是一种锡脖子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面全部厚厚的一层 全都是这边其实上也没啥东西 答案也没有 就除了锡脖子 还有这两个线 就没有东西了 它以为有啥好东西在这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面 再见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预料的一个摩托车电瓶 这个电瓶经常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在放置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电瓶就没有变了 可能今天这个刚充完价 到明天以后 我们的这个电瓶就打不着了 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修理这个电瓶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只要酸液一层 还有热开水烧开以后 倒入里面充击塞面 就可以把这个电瓶修复好 而这个该怎么修复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发动机 来试一下这个电瓶的电压是多少 首先大家看到 这个是摩托车的发动机 我们现在直接用的是一个大一点的电瓶 我们试一下这个启动机打的时候呢 发动机能不能再动 大家看一下 这个启动机呢 是好的 我们现在呢 把电瓶呢 给它拿下来以后呢 供上连接线 把这个摩托车的电瓶 给它装住上以后呢 接上电 我们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启动机呢 给它打动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是负级的 我们直接加好 而这个正级呢 我们也加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启动机在打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效果特别弱 而且打不着 这个电瓶呢 就是我们这个客户呢 买门一段时间呢 在家里面一直放了以后呢 放置了半年左右 这个电瓶呢 放出亏了 我们现在呢 用实压测量表 来测量一下这个电瓶的电压呢 到底是多少 我们来正伏机加上 然后测量一下 首先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实压测量表的空压呢 是12V 我们来测量一下实压 大家看一下 实压的话呢 已经完全就没有了 我们这个实压测量表一按呢 这个电压呢 直接就掉落了 而这种电瓶呢 通常都是长时间放置 不用亏许了 而我们这个电瓶 到底什么电瓶可以修复 什么电瓶不可以修复呢 如果大家呢 在家里面呢 没有这个实压测量表的话呢 我们该怎么测量呢 特别简单 我们找到了一根非洲的电线呢 我们可以通过正复级 大家看一下 正复级呢 轻轻的连线一下 正复级的正复级的连线一下 这个有火花的时候呢 正能电瓶是可以修复的 如果这个上面火花是没有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不建议修复了 那个电瓶的修复呢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首先 现在我们修复的时候呢 第一步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钳子呢 轻轻的把我们这个电瓶 大家看到下面有个六个皮套 我们把这个皮套呢 给它拿出 好了 皮套已经取出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呢 我们找到一个干净的容器呢 把里面这个酸液呢 给它倒出来 全部倒到这个容器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现在看一下里面倒出来的酸液 特别脏 而且明显的有这个黑色的杂质 这个就是我们电瓶在长时间放置的时候呢 过去